黄天荡之战沉重地打击了金兵的嚣张气焰 大大增长了宋军抗金救国的事迹 所以在金军部队侥幸从黄天荡逃出不久 他们又被拦截在了路上 这次又是谁率领的部队拦截住了他们呢 宋军这一次能够胜利吗 文化学者李亚平今日为您解答 说宋朝正在播出 这是地理版图最小的中国 也是文化发展最大的中国 这是军事力量最弱的中国 也是经济实力最强的中国 这是一千年前的中国 了解它 知道我们的现在 说宋朝可以看可以听的历史 前面我们讲到了金国军队被韩世忠围困在了这个黄天荡里边 然后也讲到了金山藏古这个故事的这种由来 这里边很有可能有一些是后来民间演绎的这个成分 但是整个史实是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些故事的 金国军队最后是在两个汉族人的这个帮助下 然后悄悄地开出来了一条沟渠 然后从那个黄天荡这个军事死地里边逃出去了 逃出去了之后呢 梁洪玉当时对韩世忠就非常恼火 他就认为是韩世忠指挥失误 才导致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当时梁洪玉就采用了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做法 他愤然给皇帝上书痛斥他的丈夫指挥失误 导致这一次有可能到手的这个巨大的胜利又失去了 当时有史书记载说就是举朝举国震惊 就是大家才意识到梁洪玉梁氏夫人原来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 一个金国豪杰 那后来大家知道韩世忠的这个大军长期驻扎在当时的楚州 就是我们今天的那个淮安地区 那这个地方经过了很多战争之后 当时韩世忠的大军驻扎进去了之后 几乎是一片废墟 大军进去了之后 史书就记载说梁洪玉梁氏夫人 他就亲自和那些就是那些他手下的那些士兵们一样 打那个用那个芦苇呀打那个草帘子啊 然后盖房子啊什么 他都是亲力亲为亲自动手 所以这位女性真的是很令人尊敬 而且确确实实是明时相辅的一位金国英雄 这一次金国人撤退呢 他们到了另外的一个 一个在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一次战斗呢 也是发生在他们从黄天荡开了出来的这条沟渠 逃掉了之后呢 到了这个牛头山地区 到了就是南京边上的这个牛头山地区了之后 又碰上了一个一个他们最后来成为他们劲敌的一个人 这个人谁就是岳飞 当时岳飞手下可能有两千人左右 那岳飞他们又在这个牛头山这个地方设下了埋伏 又一次把那个金国人给调戏了一次 就是打的金国人非常狼狈 为什么打进来的时候 金国人一路索向披靡 速度非常快 整个长江防线都崩溃掉了 而在几个月之后他们撤退的时候 在韩世忠和岳飞又能够组织起来人 对他们实行了这两次这么挺有力的打击 很有可能和金国人当时已经无心恋战有关系 从史料上面看 在这个时刻的这个军国军队是非常非常凶悍的 当时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一个说法 叫女真人不能上万 上万了之后她就能横行天下 就是天下无敌 这就是为什么当初 辽国那么强大的一个国家 十来年的时间就被女真人整个给灭掉了 灭掉完了之后 在两三年的时间里边又把这个 那么强大的一个北宋 宋朝又给灭掉 就是和这个 他们非常凶悍的一种军事上的战斗力有关系 来去如风 然后就是那种大兵团的那种骑兵大兵团的那种冲击作战 非常厉害 在这一次他们也有将近 假如是将近十万人 至少是有六万人以上的话 这样一支军队怎么被人数远远不如他们的韩世忠和岳飞给打得这么狼狈 很有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们离开老家打到南方地区来的时候已经有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时间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抢了太多的东西 抓了太多的男女老幼做俘虏 因为金国人为什么每次打进来的时候都大量的把当地的人民 妇女抢来男人抢来孩子们抢来 就抢回去做他们的劳动力 做他们的奴隶 抢完东西的时候你就能想象 经过了四五个月的这种长途奔袭作战 然后又是在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 充满了敌意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 其实他们心情高度紧张 然后想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带着他们抢来的东西 俘虏来的这些奴隶赶快回家去享福 我猜想和这样的这种心理是有关系 他们没有心思在打仗了 金国人和后来五百年以后的这个入主中原的这个清朝 满清 他们是是完全是一个种族 是一个是一个民族 那到了满清那个时代五百年以后 他们仍然保持了这种极度强悍的这种军事作战的这种能力 所以才能够在当时不光是把明朝的军队打得非常狼狈 而且连续四到五次从那个突破长城防线进入到那个中原地区的福星地区来捎杀抢掠 女真人源起于东北地区东部那些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地 如今归属于黑龙江以北的俄罗斯远东省份 在十世纪 女真人慢慢开始壮大 扩展到了我国东北松花江流域一带 现在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一次金国人 就是他们为什么不往南方打 就是把这个一统天下整个都拿到自己手里 有人认为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喜欢这个南方的这个天气 潮湿闷热和这种河湖港岔水乡地区 他们不喜欢这个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但是我认为它不是更深的原因 更深的原因很有可能和当时的金国人 这个女真族 其实他们最开始起来的时候 基本上是一个半原始民族的这么一个状态 他们的文明发展程度非常低 确确实实在政治上边基本上是发散可撑 就是你看不着他们在政治上有什么做一些像模像样的 或者说是那个合情合理的事情 看不到的他们就是不由分说地打进来 然后到处烧杀抢掠 抢掠完了之后把你给打 你要是如果被他打服了 他就他就蛮不讲理的就是敲诈勒索 能从你这儿敲诈出来多少钱 就敲诈出来多少 然后把你给搜刮干干干净净的之后就走掉了 在他们占领的那些地区里边 就把当地的那些人民 他们也不想着就是说 我怎么把你们给养肥了再杀 不 我现在就杀 我就现在就把你们从一个自由的这种 这种自由民的这种身份 我都把你们变成奴隶 然后你给我 你给我种田 你给我种地 你给我当牛做马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金国人进来了之后 遭遇到了那么普遍的大面积的人民的这种反抗 他们走到什么地方 当地的人民都会自发的组织起来反抗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的不由分说的烧杀抢掠 敲诈勒索和把人民当成当牛做马 做变成奴隶的这种真实的 真的是把你变成奴隶的这种做法是有关系的 这一次撤退到了牛头山地区 后来就是在写这个说越全传的一些民间传奇故事的时候 把它讲成了这一次大劫 其实很有可能也算不上了 因为你想想看 岳飞带着两三千人马 又是在陆地上边 他确实很难取得什么大劫 但是当时把这个金国人搞得风声鹤唳的 想赶快跑 这倒是真的 他们就跑掉了之后 岳飞就顺利的又把南京给收复回来 那么这一次金国人的第四次南京 就基本上到岳飞的牛头山之战了之后 就差不多就进入尾声 从此又开始了进入到了一个 就是在宋和金双方的战略关系上面 从此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是什么 它是怎么展开的 我们下次再说 我们下次再说